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的故事值得跟大家来分享 这一集的日程运动魂真的是 展元非常非常开心 我们来到了高雄市政府 而且要来专访高雄市的大家长 陈居市长 首先就先欢迎市长 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 市长也会讲特家话 大家好 接下来介绍的是高雄市政府的 教育局局长范俊律局长 你好 展元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新年好 那接下来介绍的是 我们新闻局局长丁允工局长 你好 我们展元兄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接下来介绍的是高雄市政府 体育处处处长黄玉处长 你好 主持人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 但是第一个问题 就要请教一下 是 我们非常有活力的陈居市长 谢谢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体力就是国力 就是我们的民众 我们有体力的话 就是我们国家整个力量 都会兴盛起来 不过体育有时候也会被人家认为说是 没有生产力啊 没有什么的 但是呢 那陈居市长就是 为什么会想要把高雄 打造成一个运动城市 对我想 改变就从运动开始 高雄市就在20 我刚上任是2007年 然后我接下来2009年 要办一个非常重要的 2009世界运动会 那世界运动会 那当然这是台湾第一次 那一开始有很多 他们有很多条件 这个条件相对的 高雄市政府 以配合当时 我们承诺世界运动会 他们对我们的要求 那显然我们会有压力 不过这个压力 当然也让高雄市政府 可以充分 第一个 我们会认为 我们把适应主餐馆 在我上任的第三天 现在是全台湾 可以说在亚洲 最好的一个运动的场所 适应主餐馆 它是整个世界最有名的建筑师 易东李雄他的创作 另外一个部分 它是最标准的足球 还有足球场 田径场 另外我想我们的 也是一个最好的 运动舞蹈 包括演唱会的场所 那我们借着世界运动会 在高雄市 我们有43种的运动场域 因为要主办世界运动会 所以我们必须做很多很多的准备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 几乎把高雄打造成为 对运动最友善的城市 那因为我们 我们举办世界运动会 必然会面临若干的困难 金会上的困难 我当时我们得到的支持 大家对我们主办 并没有那么高的信心 所以我们几乎是 高雄市民全体总动员 跟市政府一起努力 结果我们这样的一个 因为全民市民市政府 大家的努力 结果我们办了一个 有史以来 最成功的世界运动会 所有议会的人 在我们的市运组参观 将近六万人 大家都感动得快要掉下 那我们会觉得说 体育 运动原来 可以凝聚所有市民的心 然后我会觉得高雄这个地方 借着运动 让市民有光荣感 自信心 所以我觉得高雄是一个 对运动非常友善的城市 我们得从这个时候的开始 让大家知道高雄 让大家知道高雄所有的运动场域 高雄原来这么友善 高雄原来是一个非常美丽 山海河岗的非常好的城市 是 陈旭市长讲得真的非常棒 特别是市运会的一个举办 国外的包括选手 还有国外的媒体 对高雄整个就刮目相看 怎么会办得那么棒 而且市运会的主场馆 田径场 还获得了国际的 国际田径总会的认证 最标准的一个场地 而且其实国际赛事 你说我们国民都很喜欢 怎么跟别人比 哪一个国家比较强 那其实在运动场上 就可以分高一下 对 就像刚刚市长讲的 运动赛事真的是可以 把大家的凝聚力团结在一起 我前面讲过 头愁敌开就是一种幸福 大家你看不管你认识不认识 大家都有同样的目标 希望我们台湾的运动团队能够获胜 那个真的是一种很大的幸福 不过高雄其实这么长久下来 不断不断的努力 其实也缔造了很多的 非常好的成绩 包括高雄在很多的运动赛会 在台湾的运动赛会 包括有高雄子弟兵在国际上 有很好的成绩 对 我们大概104年得到 全国运动会三连报 把所有的总冠军 都全部带回来 另外105年我们是大概前台湾第三名 我们有很多优秀的子弟兵 像戴之音 戴之音 在不久以前才在香港 那个世界羽球后 这个天后级的 还有一个我们的自行车在黄英亭 对于是非常优秀 所以我想高雄对于我们的 当然我们的目的是高雄是个运动的城市 借着大家喜欢运动 所以对于很多优秀的选手 如果他们要走上专业的运动选手 这个部分也得到家长的鼓励 是 那我们也必须要去思考 这些专业的运动选手 他未来的生涯规划 还有他们人生未来的职场 我会觉得我们都应该给他高度的支持 所以高雄市政府我们的很多 学校的教练等等 我们对于很多专业的运动选手 毕竟他的这个运动的巅峰 都不是太长 所以我觉得 但是他未来因为用他的 在职场上的经验 可以训练更多的后期自秀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高雄市政府在整部分 我们都会去考量 给这些运动选手更多的鼓励 对啊 陈居市长这样子讲 我相信很多台湾的运动员 包括教练们都会觉得很高兴 这个市长还看得很长远 不能只是光看 目前有拿奖牌 不是 要看他们的未来 对 这样他们才愿意做一个 专业的运动选手 他们的生命才不孤单 要不然你好像我的巅峰以后 好像没有人文位 这样的话 我觉得对运动选手不太公平 没有错 运动之外其实还有教育 其实也是融入在里面的 对 其实就像陈居市长 在试运会 09年试运会之后 除了试运会办得很精彩之外 其实我们高雄也有 凤山体育园区 对 这里就是一个很长远的 一种计划 对 我们凤山体育园区 我们就随着曹公郡 整个曹公郡寻求历史文化的根源 整个曹公郡生态的改变 然后我们在凤山体育园区 所有景观的改变 还有现阶段的体育园区 若干场域的改变 我们做了很大很大的改造 那我们会觉得说将来 不管在任何我们相关 不管是游泳 乙球 还有我们的广球等等 在我们的体育园区 都能够培育更多优秀的选手 让所有的市民 在一个最好的场域之中 能够最好达到休闲 运动 那我觉得我们现在正在改造中 也得到在中央这个部分的支持 对 陈俊市长提到的这一点 事实上除了我们讲竞技运动 就是真的在比赛 这个顶尖的选手 跟人家拼输赢之外 其实全民运动 这也是市长很着眼很注重的一点 我们认为说 专业的运动家 当然应该给予大力的鼓励 但是我觉得全民的运动 这是一个很重要健康的基础 那我希望高雄市我们所有的 高雄市有很多空间 场域 那我们高雄市民拥有的空间 大概六度之中是第一名 所以我们这个部分就是鼓励大家 随时运动 那我们在这个部分 我们是高雄市民 大家都知道你随时可以在场域 做最好的运动 不管 我们现在高雄也有很多国际标准 就在世界运动会的时候 我们有43个标准的 国际的标准的运动场域 那未来我们除了鳳山体育园区 接下来我们在南指 南指的是自行车 还有那个射箭 这个都是一个国际级的比赛 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高雄 这个部分正在打造中 没有错 对啊 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让整个高雄市民也可以感受得到 他们不会觉得说 反正那些都是顶尖运动员 好像离他们很远 事实上他们也可以感受得到 有感同身受 同时呢 其实很多喜欢运动的一些市民 他们都会觉得说 我喜欢这个运动 可是没有场地 对不对 这一点市长就是 可以满足他们的需求 我们都没有这个问题 高雄现在大概 如果喜欢跑马拉松的人都知道 高雄是对整个这样的路跑马拉松比赛 最友善的词词 是 没错 我们马上就更迷之那种民间的 日本的企业 我们有一个国际马拉松比赛 今年是第八届 第七 第八年 那这样的话 我们你看有两万多人 全马半马 还有休闲 但是都是鼓励大家 然后在我们高雄 我们的美丽岛站 我看我们的那个十一个景点 中央公园 中央 好漂亮的景点 然后我们为了这个马拉松比赛 我们市政府的秘书长 还骑着脚踏车 跟相关的人 全部跑一趟 全部走一趟 必须所有这个路跑的尝语 很安全 沿途它可以做到我们的很多社团 庙宇 志工 学校 好像随时的这个加油站 哇 所以非常热闹 所以我清晨五点半就要去 对 明腔 我们很欢迎 每年都参与 没有错 为他们加油打赤 而且这个真的很棒 而且特别是在2月11号 就是元宵节 高雄跟会议术节之后 马上就这种国际性的 总共是有将近两万两千名 两万一千九百多四十三名的跑友 对 其中还有包括有外国选手 有来自于三十一个国家地区 三百零八名的外国选手 对 都是很强 对啊 我们当然 这是当然奖金不是很多 不过这是鼓励啦 我们大概第一名 男生三十万 对 女生二十 女生二十 不过男女友差别不太好 我们可以来调 好 对啊 其实真的高雄国际马拉松 已经 因为其实呢 像我们熟悉体育的人都知道 那种国际马拉松 什么纽约啊 甚至日本的 是 都可以把整个城市 推到国际上面 是 有办了一个非常棒的国际马拉松 所以高雄国际马拉松办到 第八年了 然后可以传统的这样延续下来 是 事实上提高了国际能见度 对 同时也把高雄地区 包括在地的观光 还可以提倡很多的产值出去 对我想像我们一次的产值 像今年的产值就将近一亿 因为我觉得我们跟我们的整个灯会 艺术节 还有很多姐妹室 跟我们的观光结合在一起 所以很多的马拉松到高雄来参与 这样的比赛 他必须在这里也可以顺便来度假 带着家人 消费 所以我想这个马拉松比赛 或者运动赛事 其实跟这个城市的发展 我会觉得是有场子的 可是这个是很重要 所以我们结合在一起 所以大家就是会认为高雄是一个 对运动 对观光客最友善的诚值